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最近站所开始出现了鱼肝蓝了 我很喜欢吃 所以我会带大家认识 我很喜欢吃的蔬菜 它怎么料理 这边我们先看到西斧羊菇 现在站所的羊菇比较多 它的利用如果比较慢的话 它就很容易变色变质 所以鼓励大家多多带回家 这边看到我用羊菇搭配蛋 然后还有一点蒜头下去炒 等一下后面画面会看到 如果你是一家子的话 你甚至可以用一盒的羊菇 然后搭配四到六颗蛋下去做 这边鱼肝蓝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十字花科家族 像白花椰 绿花椰 高丽菜都是 它们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 还有维生素C 维生素E 维生素K等等 所以它不要太高温去料理它 因为这样会让它的营养流失掉 鱼肝蓝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它含有大量的叶酸 叶酸大家都知道 它跟我们的眼睛是有关系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都知道 波菜是高铁质的东西嘛 但是羽翼干燃的铁含量是比波菜更多 而它可以帮助制造血红蛋白 接下来呢 我教大家花椰菜怎么洗 如果是一整朵的呢 你就用一个水盆里面装满水 然后花椰菜压下去 如果有虫的话 它就会逃生出来 就会看到 这里呢注意看哦 它成水珠状 如果你用的是铁锅 或者是不锈钢锅 什么时候该下食材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 你撒一点水 然后它成水珠状 就表示温度够了 然后就倒一点油 然后还有刚才切碎的蒜头 跟羊菇 羊菇对半切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要切薄片都没关系 在这里呢稍微翻炒一下 让羊菇的香气出来 我有加一点盐 还有黑胡椒 这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成人啊 每日的盐的摄取量 大概在六克 所以像我自己在料理 我自己的饮食的时候 我都会稍微算一下 我今天吃了多少 碳水化而物 吃了多少盐 吃了多少糖 我都稍微看 然后这边你看 我就打两颗蛋 如果你是一家子的话 你的蛋就可以多一点 你的羊菇就可以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道菜很好吃 而且又香 目前我们的羊菇跟蛋都很多 所以反而你可以在这时候啊 充分利用 在合作社里面 有一个名词叫做洗浮品 它不是不好 它是可能量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是快要到期了 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 珍爱食物 把它带回家 不要耗损 所以看到洗浮品 通常我都会第一选择 把它带回家 也这样告诉大家 这边在看到花椰菜啊 我刚刚有提到 十字花科的蔬菜 都不要太高 温料理它 所以我刚起锅之后啊 我就加一点点的水 然后再把花椰菜倒下去 稍微拌一下 然后拌一下之后呢 我一样也加一点点的盐 之后呢 我就把鱼衣甘蓝倒下去 鱼衣甘蓝倒下去之后呢 原则上我锅子就熄火了 因为我用的是铁锅 所以它的温度啊 跟蓄热度都会比较好 不要太高温料理它 很多人鱼衣甘蓝 它可能会放在烤箱里面烤 烤得脆脆的像海苔片 可是对这样很好吃 但是它的营养可能相对的 你吃到的就会比较少 就大家各自斟酌咯 所以看到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还切了牛番茄 然后我的鸡胸肉是用电锅蒸 所以还会有汤汁可以淋在 我的这个餐盘上面 我常跟大家说一个观念 就是不是吃饱而已 而是你要把营养摄取到 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